当冬天到了,天气冷了,毛茸茸的东西就会更加的被需要了 而且如果它有可爱的长相,那一定是大受欢迎 大家好,我是狗哥,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今天我要分享一只来自日本的反差贵宾犬 日本有一只名叫Cocoro的可爱贵宾 它体型圆润,全身的毛蓬松柔软 长相非常有趣可爱,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尤其当它坐在角落,以背影示人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是一团软绵绵甜蜜蜜的面花糖 这到底是狗狗还是玩偶实在是让人分不出来 更加了解,Cocoro是一只玩具贵宾犬 它和主人住在东京 它因为一张超拟人的大叔穿鞋罩红遍了网络 照片中的他正坐在地上仿佛正准备穿鞋 回眸一笑正好被镜头捕捉到 那一幕让无数的人心都要融化掉了 旧人说平时Cocoro经常摆出蹲坐的姿势 胖乎乎的一团窝在那里看起来是有点委屈 似乎已经处于不想努力的状态 但是当他转过头来时 那样的笑容却让人笑得不行 而网友们看到Cocoro孤独的背影散发出沧桑与寂寞的气息 纷纷表示这根本就是我本人 公读生不要装了哦 毕竟这个背影实在是太像人太好笑了 它的模样啊 让人想起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挫折 而它的微笑又将烦恼统统化解 Cocoro不仅长得软萌可爱 还有着深深的人性魅力 能够养到这样的狗狗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它不仅是一只可爱的宠物 更是一个能够让主人忘记烦恼的好孩子呢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下回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